好,我们继续往下看,this 我很怕你们看到this就是not 伟哥最后一次说,this的标准含义 第一个叫away,分开分离 比如,来了,dispense 都知道pen跟钱有关 我讲了多少遍,最早学的第一个 跟钱有关的词,昂贵的这么说 expensive,所以pense词根就是钱 那么你看,有 开销,花费,成本 expense, expenditure 叫开销,花费,成本 expense, expenditure, expense 都可以,这两个词的侧重点就在于 expenditure,更多是日常的开销 比如说我们生活上的开支 都可以用expenditure 而expense,更多用于这种商务的 企业的核算场合叫成本 一般用,还有一个词叫cost 代价,成本,对不对 那么dispense叫做字面含义 把钱分下去,所以dispense 就叫做分配,拨款 记住啊,dispense就叫做分配,拨款 分下去,dispense 那么,短语来了 be dispensed from 这就是考试难点 记住 看到借词,永远盯在借词下 from 我们最早学过一个短语叫 keep somebody from doing something 请告诉我,这句话怎么翻 千万不要翻译成保持某人来自于 就完了 keep somebody from doing something 完全等同于 prevent somebody from doing something 这个from叫免于 keep somebody from doing something 叫使某人免于做某事 阻止某人做某事 prevent somebody from doing something 叫做阻止某人做某事 from后面都叫免于 没有怎么做 就比如说再来一个 保护某人免于遭受什么的伤害 protect somebody from blah blah 叫保护某人免于怎么怎么样 所以记住 from有这样一种意思在里面 情感 我们之前只说from叫来自于 源自于 还记得吧 那叫动词直接叫from 那是不积物动词用吧 比如说generate from originate from 叫源自于 而如果是这样的结构 keep somebody from doing something 当然了 由于这里的keep是积物动词 它可以用被动 be kept from 被免于怎么样 be prevented from 被阻碍于什么之外 be protected from 被保护时免于怎么样 能听懂吗 这就是积物动词的用法 它可以用被动 也可以用这样的 积物嘛 就后面直接跟物 而我们所谓的 比如说result from 这就是不积物的 它直接要跟from result from 所以它翻译成源自于 这个时候from才是源自于的意思 好好体会一下 绝对不能用be resulted from 没有这个用法 叫源自于result from it results from 什么 这源自于 听懂了吗 所以大家注意这种感觉就可以了 那么于是我们看到这个短语叫 be dispensed from 就直接管它前面这个词 它叫免于 免除 比如说be dispensed from punishment she has been already dispensed from punishment 它已经被免于惩罚了 它已经被释放了 就这个意思 来 叫免于怎么样 就被 所以大家看这个时候 dispense这个词就 完全屏蔽了它的中文意思 而只保留了dis 这个前缀的情感 所以伟格在强调 前缀才是关键 dis叫away分开 所以叫把它从什么当中分出去了 听懂了吗 叫免于遭受什么 你可以写我刚刚讲的那句话 叫be dispensed from punishment 叫免于遭受惩罚 be dispensed from punishment 继续 既然有dispense 那么就有了一个形容词 可分割的 叫dispensable 伟大的able 那么加个in 不可分割的 所以它变成了necessary 在四六级那个级别 就写necessary就可以了 到了考研 来 亲爱的同学们 你们至少到这儿 indispensable 必不可少的 自己复习 我带你们过一遍就oh了 继续 compensate pense 叫钱 come叫together 叫把钱一起都给我 所以这个词叫赔偿 补偿赔偿 pense叫钱 所以叫钱一起给我 写下来了吧 补偿赔偿 那么固定搭配端语 compensate for your loss of something 赔偿你的损失 of something 固定搭配特别好 背下来 compensate for your loss of something 我赔偿你什么方面的损失 对吧 比如说 赔偿你精神方面的损失 怎么说 i will compensate for your loss of your spiritual 精神方面的压力 pressure 或者精神方面的伤害 对吧 spiritual damage 精神的叫spiritual spiritual damage 所以叫 i will compensate for your loss of spiritual damage 我会赔偿你精神压力方面的损失 i will compensate for your loss of your spiritual damage 记住 这种短语背下来就可以用了 否则大家看 如果伟哥只给你一个字compensate 就这么过去了 看看啊 记住 继续 往下走 多背 多看啊 重点词来了 distribute 叫分配 当然这个很容易背 因为有this 但是不能到此 我们回家要看 tribute是什么 哪怕我没讲 不要强求不可知 要从已知退位置 我们学过的第一个tribute 是哪个词 说 我仿佛能听到 我就骗自己 没错 我听到了啊 叫贡献 贡献叫contribute come c-o-n 哪个字 共 管它是哪个共 发音相近 意思也相近 中文也一样 共 献就是tribute 所以tribute本来就是献离 贡品 礼品 当然赞美 引申出来 你也可以理解 tribute 就这个意思 这几年考试 从来考tribute 都不考什么送礼礼品 永远考 短语 特别洋气 paytribute 叫表扬 推崇 认可 叫把推崇 把赞美给你 所以叫推崇认可 以前咱们考推崇 认可 赞美表扬 都是最简单的 prace 赞美表扬 还有一个叫command 注意中音在这 command command 叫赞美 称赞 赞美 称赞 command 写下来啊 所有人都在夸 prace command 叫称赞 赞美 于是才有了一个词叫 既然称赞 叫command 大家看 我反复地称赞你 反复地到别人面前就夸你 这叫什么 recommand recommand 叫做推荐 推荐 于是有了一个名词叫 recommendation 你看 就这么来的 为什么recommendation 叫推荐啊 你想想看 你去别人那边推荐 你肯定怎么样 反复地跟他说 这个人很好很好 你才会去推荐啊 叫recommendation 名词后再加的是 ation 叫recommendation 来自于动词 recommand 叫反复表扬 叫推荐 就是因为command 叫表扬称赞 当然了 在这个短语之前都失色了 叫pay tribute pay tribute 所以distribute 字面含义就是把礼品分下去 它就叫分配 它就叫分配 接下来啊 它就叫分配 于是我们看第二个词 contribute 叫贡献 贡 对于contribute 叫献礼 礼品 接下来啊 那么distribute 就叫分配 分销 于是有了各种经销商 你看分销商 经销商叫distributor 或者叫distribution 都可以叫分店 包括我们在马路上看到的 什么阿迪啊 耐克啊 那些分销店 都可以叫做distribution 都可以叫distribution distributor 叫经销商 都可以的 这个就可以叫分店 门店 当然了 英语当中有各种门店 比如 我们经常看到的out来斯 中国人翻得特别的厚道和踏实 叫out来斯 一般用附属outlets 北京啊 什么都有 一般叫精品折扣店 就是我们的一些名品的折扣店 out来斯 一般就这么就说 奢侈品商店 对吧 product 前年款 打两折 三折 四折 就这个意思 out来斯 就这个outlet 它叫精品折扣店 会了吗 就这么来的啊 表面含义叫出口 你看outlet 往外出的 也就是这个货物啊 在库存里 出口在哪里呢 丢到这儿来 outlet 精品折扣店 out来斯 继续 还有很多词 比如说零售 retail retail叫零售 都知道 对不对 批发 wholesale sell叫销售 whole叫全部 所有 全部拿来卖 wholesale叫批发 那么一般做批发商呢 叫商人 商人怎么说 merchant merchant 你看里面有个词跟chain chain就是 连锁的意思 chain 看到没有 chain store 连锁店 chain本来就链条的意思嘛 所以做批发商的这种商人 不就是购矩 他购注他的什么 销售渠道和销售链嘛 有了chain才有了merchant 就这么来的 商人 merchant mer叫整合 还记得吧 合并 merger and acquisition mna 往前去看 整合 结婚 marry 也是一种整合 所以把东西整合在一起 搭建自己的销售链 合在一起 叫商人 merchant 叫merchant 所以大家顺着这个想 才会明白很多词 有了一个词叫 货物商品 还记得吧 叫merchandise 你看这个词叫 货物商品 merchandise 货物商品 你也要先知道merchant 才会知道merchandise 叫货物商品 一通百通 一通百通 继续 this的第二个含义 做否定 叫no 其实我认为都不用特别背 第二个意思叫否定 因为有了第一个this 叫away 就已经包括了 away不就包括了否定吗 对不对 往下走 比如第一个词 dissatisfaction 叫不满意 很好理解 那么继续 不满足 this content content叫满足 那么this content叫不满足 意识到能content 还可以直接加ed 变成形容词叫contented 叫满意的满足的 只不过大家应该知道content最早的意思是什么 做名词最早的意思叫内容 content叫内容 内容也内容满满 所以叫满足 引申出来 content disscontent 名词 不满足 那么contented是形容词叫满足的 那么不满足的形容词怎么写 disscontented 叫不满足的 记下来 不满足的叫disscontented 好 继续 我们看下面一个词 disspute 继续 看这个词根put put是什么 即put叫名声 想法 做笔记 put 它做词根等于think 叫名声 想法 怎么证明 来 第一个词就证明 reputation 叫名誉 看 有个前罪 re 反复的 名誉可以有好的名誉 也可以有坏的名誉 可以叫good reputation 也可以叫bad reputation 坏的名誉 好的名誉 为什么 因为有个前罪的re 这东西别人对你的看法是反复的 你今天做得好 别人就觉得你好 就叫good reputation 明天坏就可以是bad reputation re叫反复 听懂了吗 所以叫别人对你反复的看法 put 等于think 所以叫名誉 而fame 就前面不能加good fame fame就是好的 因为学过一个词叫著名的 怎么说 famous famous叫著名的 还记得吧 famous是不是叫著名的 所以fame叫名望 声望 它就是褒语的 好 reputation叫名誉 证明了put 叫思考看法 别人对你的反复的看法 叫名誉 那么再看这个词就明白了 dispute 为什么叫争吵 put 叫思考看法 dis 叫分离 away 或者叫不一样 叫两个人想法是不一样的 所以叫争吵 dispute 于是有了一个形容词叫disputable 叫可争议的 有争议的 这东西值得争议一下 对吧 disputable 那么不可争议的呢 我直接给一个句词 前面学的词来做一个盘点 叫在这样的前提之下 我们可以非常坚定的得出一个不可争议的结论 用心的人就知道伟哥在干嘛 我在替你们囤结论句啊 以前一帮图编写作文结论句都怎么写的 you know 哇去 等死吧 还有人 from all analysis given above we can see that 也不错 还有人 finally 还有人 用什么in a word 总之 all in all 对吧 总之 还有人all in all 连读 我又是all in all 来 逼格来了 前面学的词 在这样的前提之下 就hypothetically 在这样的前提之下 好 这个放在最后一段 对吧 你前面正好一段在分析 分析原因分析影响 分析完之后 在这样的分析之下 在这样的前提之下 来了一句 hypothetically we may firmly arrive at an indisputable conclusion that 我们可以非常坚定的得出一个不真的结论 indisputable 看 in 做否定 这就靠积累 indisputable conclusion 结论 我们可以坚定的得出一个不真的结论 that 出来了 敲下来 背下来 这些句子才是你们要反复学习的 好吗 好 可以了 继续 往下走 前缀 还有什么 我们讲了否定的叫in 原因替换意思不变 那en呢 en 更多的意思不是在里面 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前缀 它跟in有本质区别 它叫始动 始某人动出来 是动词的变形 比如 enlighten 什么意思 light叫点灯 enlighten叫使你有一盏灯 这个字叫启发 启发 一般短语 enlighten somebody on something 叫在某方面启发某人 叫enlighten somebody on something 再来一个 encounter 讲了多少遍 counter 本来就是对立的意思 比如说我们的对手 叫counterpart 是吧 叫参照对象 我把它翻译成对手 其实又误导大家了 它叫参照对象 比如说有几个这样的公司 你也不能总说它是对手 对手 你干脆用一个词叫competitor 竞争对手不就行了吗 你好不容易用enemy 敌人呢 它是你的参照对象 你看隔壁小民 吃饭就吃三碗 你怎么才吃一碗呢 那就叫counterpart 参照对象 听懂了吧 那么encounter 叫遭遇碰到 我经常讲的那句话 we've encountered some turbulence please keep your seatbelt fascent 我们遭遇了一些气流 你看turbulence please keep your seatbelt fascent 请确保你的安全带寂静 fascent 坐飞机一定要多听 多看 多了解 啊 虚拟无处不在 都是伟哥前面讲过的 来 有没有发现 帮你们盘点的时候 越来越轻松了吧 encounter 当然了我们很早讲过一个单语 叫encounter into 或者encounter across 叫偶然遇见 还记得吧 偶然碰到 或者叫encounter upon 都可以的 叫偶然撞见 啊 等于come across 偶然撞见 这就是另外一种 不纪录动词的用法 因为直接跟戒词了 你看这里明显 就是纪录动词 所以立马推出 纪录动词叫遭遇撞到 而不纪录用法叫邂逅 你看 偶然撞到 encounter encounter into 除了 sorry 除了encounter into 我一个在前面还讲过一个叫bump into 你看bump叫肿块 听谐音 bump 撞了一下 所以bump into也叫撞的一个东西 那么纪录动词用法叫bump somebody 撞了某人 那bump into叫撞见 对吧 所以大家注意这种感觉 一通百通 come across 偶然撞见 都是我前面讲过的 不难 come across也出来了 继续 还有吗 偶然碰到 coinside with 也是前面提过的 你看inside 不就来自于词根 事件 incident 两个事件同时发生 co 叫together 叫巧合 他记得吧 你看事件叫incident 验照门 pornography incident 不会写写 photo incident 都是可以的 照片门嘛 别人一猜也能猜到什么意思 coincidence co叫together 叫两个事件一起发生 叫巧合 所以coinside with 叫与什么什么一致 叫与什么什么碰巧撞见 coinside with 两个事撞在一起 叫巧合 一致 共同发生 就这么翻 coinside with 所以一通百通 好 好 我们接着来看 im作为否定前缀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im 第一个意思 确实可以作为否定前缀来看 那么比如说我们看过的partial 叫片面的 因为字跟part 叫一个部分 partial叫片面的 impartial 叫不片面的 也就是这个人做人非常的公正 不骗不已的叫impartial 那么它等同于我们比较简单的客观公正 比如说objective objective叫客观的公正的 再比如说carefree 只不过carefree要稍微注意一下 care叫关心 free叫免费 随便或者叫没有 也就是毫不关心 carefree更多翻译成无所谓 它跟impartial 包括objective不太一样 这两个字好歹偏一点包意 就是我这个人很公正 很客观 而carefree是我这个人什么都不在乎 whatever 就口语长经常说了一个词叫whatever whatever叫随便了 一般口语长都说whatever whatever 随便了 不要用中式英语 so what 什么so what 没人怎么说 什么so what 就whatever whatever 就无所谓了 就这个意思 carefree 叫无所谓 莫不关心都行 就这个意思 那么有点接近于冷漠 都无所谓 叫indifferent 你看 叫indifferent 叫没有什么不一样 请看 in 没有什么不一样 当后面跟的是一个独立单词的时候 in 代表否定 所以叫没有什么不一样 所以我无所谓 等于carefree 这两个才是一对 OK 往下继续走 我们看到impartial 引出了in的三个词 难点词 第一个 in part 来 跟我一个个看 这三个动词 很多人分不清 in part part叫部分 一个部分 in 否定 也就是没把你当外人 把这句话写在底下 注意维哥所讲的记忆的分析 思维的路径 这些话你可以把它记在下面 叫没把你分离 part叫分割分离 就没把你分在外面 没把你当外人 听懂了吗 所以这个叫什么 就我自己人 我会怎么样 我会教你 所以这个词叫传授 注意 这个跟teach还不一样 teach就是一般的情绪叫教 我教课 teacher 而in part 是没把你当外人 没把你分到外面去 part 就没把你当别的部分 听懂了吗 把你当自己人 所以这个传授的就是密集 比如中国古侠剧里面 什么什么武功不外传 所以in part 叫做私密的独家的传授 叫做in part 听懂了吗 虽然字典上翻译都叫教 那么心里面有说 in part叫私密的这种 独家独门绝技的传授 叫in part 那么所以才有了一个词在后面 我跨湖做了备注 叫徒弟 apprentice apprentice叫门徒 徒弟 学徒 就徒弟 你拜进我的门 我才会教你 这个词为什么叫徒弟 好好看看 因为print 原因替换 意思不变 不就是print吗 print叫复印 打印 app 加深程度 也就是说 师傅怎么教 你就怎么狠狠的印 这不就徒弟一开始干的事吗 叫模仿 叫imitation 或者叫simulation 效仿就可以了 对不对 特别棒的一个词 apprentice 那么impact 叫影响 那么这个词做影响 箭头稍微打个向下 就可以了 这个影响一般是不好的影响 一般考试 impact 对什么什么造成影响 一般偏消极 包括我们看 我推荐过一段视频 叫 坠机让我学到的三件事 大家把它记下来 坠机让我学到的三件事 我说让你们去下那个 TEDICT 这个免费的app 当然了 里面有些演讲是付费的 很多是免费的 里面有一些特别棒的演讲 那么当然它还给你配好了中英文字幕 有些是英文字幕 有些是中英文双语 有些只有中文 TEDICT 特别棒的一个app 是专门用TED 的演讲 TED我讲过 是全世界最精彩的 这个行业先锋领袖论坛 他会请各行各业 甚至是有个特殊体验的人 来花五分钟十分钟 讲一下他这段经历的感受 所以特别的简短 有冲击力 那么其中有一段叫 坠机让我学到的三件事 记下来了吗 坠机让我学到的三件事 里面就那哥们回忆在飞机上 最后听到机长说了三个字 叫准备迫降 他就用那个词叫做 Brace for impact 所以通过西方人讲故事的方式 你也知道什么叫好的作文 别人上来从来不用 随着当今社会经济的日记发展 飞机质量这个话题 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都是扯淡的作文 别人上来就是描述场景 就各种呢 Imagine in the plane Full of smoke 开场第一句话 想象一架飞机里全是烟吧 Imagine in the plane Full of weird sounds cl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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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象在一架飞机里 都是各种奇怪的声音 cl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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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was sitting in 1D that day 我那天坐在1D这个座位上 你看头等舱 And I was the only one who can talk to the attendant 我是唯一一个可以跟 attendant服务员聊天的人 那他最后就讲讲 他听到了三个词叫 Brace for impact 叫准备迫降 你看这里的impact 最后查字典才发现 他说名字有一个意思 叫撞击 Brace叫拥抱 因为我们学过一个词叫 inbrace 对吧 brace叫手臂 臂膀 inbrace叫把你抱在手臂里 所以叫拥抱 brace for impact 叫做准备拥抱撞击 所以我终于知道了 impact 偏消极 影响 那么这个词跟 influence的区别就跃然直上了 对吧 influence这个影响是一个中性词 它只是影响没有好坏 最后一个imper pair叫一对 一对 好 in 把你这一对人给拆散 所以这个词叫损害 减弱 削弱 本来你们俩是一对 把你们俩分开 in 你看 叫损害 破坏 削弱 叫imper 三个词 你会了吗 我相信我没讲之前 很多人这三个词 要是在考场里 看到就崩溃了 不会做了 好 搞定 继续 看in 做否定 imperudent 为什么imperudent叫马虎的 做事很马虎 首先我们看到prudent prudent叫谨慎的 做事很谨慎的 叫prudent 凭什么prudent叫谨慎的呢 你看 首先你要看 这里面藏了个词根叫rude rude是什么 粗暴 粗鲁 两个小情人 第一次约会 哪怕两个人心里面 一个叫女汉子 一个叫做 叫做男汉子 都行 两个人都非常的粗犷 都比较的rude 粗犷 但一般约会 第一次都会 装得很谨慎 很优雅 明明下雨 以前都是 我去下什么雨 装得好优雅 我最喜欢下雨一天了 好浪漫 两个人吃饭的时候 明明是脚往上边敲 开始咬鸡腿 走你 骨头往前一人咬住 怎么这么猥琐 两个人居然在一起 为了保持优雅 很多女生咬的时候 对吧 把你的兰花指翘起来 咬掉 特别的优雅 为什么 因为怕险的出炉 所以前面加了一个p 叫怕 所以才有了一个形容词 叫做prudent 叫怕险的粗暴 怕险的出炉 所以这个prudent 就叫做谨慎的 小心翼翼的 听懂了吗 叫怕险的粗暴 这个p 正好是怕 正好是怕的意思 所以prudent叫谨慎的 那么加个im 果然起到否定 作用imprudent 叫做马虎的 就做事一点都不小心 懂了吗 多简单 当然为了让你证明 一下p代表的 确实是否定含义 那p你看 polite p叫怕 light叫光 光线 怕光 一个人连光都不想见到 肯定是陷入困境 忧郁了 所以polite 一查字典 可以取代那个词 叫problem 问题 它就叫困境 polite就叫做困境 麻烦 来跟我读一遍 polite 它就叫困境 麻烦 polite 叫困境 麻烦 就这么来的 好 继续往下看 这个词长得像吧 在考场里 伟哥对你只有一个要求 看到这个词 毫不犹豫地打箭头向下 够了 impudent 不叫不谨慎 也不叫麻糊 一查字典叫无理的 够了 反正都是不好的 我要是在考场 我才懒得翻呢 我就翻译成三个字 不好的 搞定 因为有im 有imprudent 在前面打底 叫麻糊的 草率的 所以imputent 虽然意思有差别 叫无理的 一个人很麻糊 跟一个人很无理 虽然都是坏事 强调的面不一样 这个强调的这个人粗心 这个强调的这个人没修养 记住 imputent imprudent 初步要连的两个词上的特象 都是消极词 还好 好 继续 im 第二个变形 就是当m开头的词 否定double 这个现象和lirlir 是一样的 否定前准 比如说immobile mobile叫移动 对吧 immobile叫固定的 不动的 很好理解 illegal legal叫法律 我们讲过词跟leg 不要再看他是腿了 他是法律 跟法律有关的 illegal叫不合法 那么他主要搭配的是 行为 比如说 illegal performance 不法行为 illegal conduct 不法行为 都可以 conduct 做名词叫行为 听读音 conduct 我管你怎么记笔记 反正记下来 他做名词是这么读的 做动词呢 在这 conduct 叫指挥指导 还记得指挥家 叫conductor 有没有印象 领导者 指挥者 conductor illegal conduct 叫不法行为 illegal performance performance不叫表演 叫行为 行为 比如说行为艺术 就叫做 performance art 你看 行为艺术 就叫做 performance art 叫行为艺术 叫performance art 叫行为艺术 记下来 那么 illegal 来了 不合法的 于是 再看第二个不合法 如果你死记就没有前途 叫 illegitimate 标一下 中阴在字母记的前面 叫 illegitimate 叫不合法的 有什么区别 那我一个人已经标的清清楚楚 上面主要跟行为搭配 叫不法行为 而下面 illegitimate 叫做 没有合适的身份 legitimate 叫合法身份 所以我写了一个词叫 qualification 叫资格 比如说 合法继承人 你准备用哪个 或者不合法继承人 合法继承人用哪个 用legal 还是用legitimate 说 请问 继承人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这哥们从来没有犯罪行为 或者有犯罪行为 还是指这哥们有继承的资格 所谓合法继承人 不是说这哥们从来没有犯过法 指的是他有合法的身份 所以是基于他的资格 qualification 所以肯定是用 legitimate 听懂了吗 所以合法继承人 就可以翻译成 legitimate er 对不对 那么 基于的是什么关系呢 看一看 基于的是血缘关系 叫lineage 词根line 一条线 叫血缘关系 也可以用这个词 kingship 血缘关系 这两个词根 一个叫line 线条 一个叫king 讲过多少遍 king代表血缘 家庭关系 亲属关系 叫king kingship lineage 这个叫血缘关系 这个叫亲属关系 都可以 所以 这个词是基于你的身份 你的qualification 你的血缘 lineage 你的亲属关系 亲情 叫kingship 那么 所以我刚刚提的问题 这个问题就简单了 合法继承人用哪个 kondition legitimate 这是身份问题 所以用的是 a legitimate er 叫做 a legitimate er 记下来 er 注意h不发音 和空气一模一样的读音 er 它的意思叫做 继承人 那么后面的successor 好容易搞混 很多人把它翻译成成功人士 错了 successor叫继任者 区别在于er 是基于血缘关系 继承人 继任者 什么意思 比如说 习大大是这个 胡锦涛同学的继任者 他叫successor 指下一任跟上一任的关系 听懂了吗 他更多是基于你的职场的position 所以叫successor 叫继任者 还好中文博大精神 这三个字一说就明白了 这叫继承人 这叫继任者 任 职位 来读一下 successor er er 那么为什么successor 叫继任者呢 因为词跟sess 叫走路 suck叫往下走 往下面走 所以记住了 那么这个legitimate 合法继承人 合法继承人 指的都是你有那个什么 你有qualification 你有资格 所以我加了一个备注 叫based on kingship or lineage 是基于血缘关系 或者亲属关系 那么legitimate 叫合法继承人 有身份 有qualification 好 king 补充一下这个词 跟king 叫血缘 叫亲属关系 血缘关系 比如说亲属 以前我们四六级只会有一个词 叫relative 现在可以用什么 用kindred 也是可以的 叫kindred 好 继续 ir做否定 replace 叫取代 加个able 叫replaceable 叫可以取代的 那证明你不重要 所以现在如果你要表达至关重要的 那就是不可取代的 叫 irreplaceable 写作文可以用这个副词 叫irreplaceably 不可取代的事 就等于我们以前写的很土的 那个叫 the most importantly 最重要的事 以后可以写 irreplaceably 啪 打个逗号 有没有在本子上记啊 打个逗号 就会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副词开头 文章的节奏感就出来了 我说过一篇好的作文 首先可以看面向就是 很多句子有没有转折词 有没有 开头有副词作为 节奏感 比如说 坦白讲 frankly speaking 在这样的前提之下 hypothetically 你看这些词 所以最重要的是 irreplaceably 这些词要多出现 好吗 背下来 不难 那么en 代表在什么什么的里面 in 叫美化装饰 叫美化装饰 embellish 看到bell 铃铛 对吧 一般都很美好 jingle bell jingle bell jingle all the way 都听过 对吧 embellish 叫美化装饰 好 大家看这个embellish bar叫酒吧 ass 都知道骂人用的 kick your asshole 踢你的屁股 ass叫出丑了 本来叫驴 驴叫ass 那么它引申为 英文当中的状态 叫出丑了 embarrass 叫因在里面 你看 英文的第二个意思 叫在里面 在酒吧里面 跟个驴一样 所以怎么翻 在酒吧里出丑 所以这个词就叫尴尬 embarrass 叫尴尬 那么于是才有了 很多词 比如说embarrassing embarrassing 尴尬的 比如说尴尬的时刻 叫an embarrassing situation 一个尴尬的状况 an embarrassing moment 尴尬的时刻 都可以的 an embarrassing situation en embarrassing 注意 哪个部分double 要看清楚了 embarrassing situation 那么名词叫 embarrassment embarrassment叫尴尬 上面这个黄色部分 先不用管 这就是我的标题 像一本书一样 上面有几个关键词 会引出后面 我顺着这里讲 那么叫做embarrassment 后面肯定会讲到这个词 embarrassment 那么ass 到底有哪些词 比如 刚刚讲的这个动词来了 那我们来看 这个词叫 美国人读的会比较的 嚣张一点 叫harass 中印在第二个字母明显 英国人读的比较收敛 叫harras harras 这个词肯定也不是什么好事 因为有ass 驴一样 又出丑了 这叫什么 根据这个sexual harassment 英国人读的比较收敛 sexual 美国人叫sexual harassment 英国人sexual sexual harassment 那么这个词 一看sexual就知道 跟性有关 所以这个词叫什么 肯定也是出丑 叫骚扰 叫骚扰 我们就不妨按美诗来读吧 harass harassment 叫骚扰 英词叫harrass harassment sexual harassment 性骚扰 那么全世界关于这个性骚扰的事情 就不多说了 harass 骚扰 那么形容词叫harass 骚扰的 心烦意乱的 骚扰的 心烦意乱的 那么我们一般提到最多的就是 我们所知道的叫办公室性骚扰 叫office sexual harassment 有时候会直接简称为office sexual harassment 叫osh 这三个字母合在一起 它就可以叫做办公室性骚扰 os 叫office sexual harassment 那么这种犯罪一般是没有办法找到证据的 对吧 因为你想想看 有多少人上班会有这个意识呢 老板骚扰你 你怎么会记下来呢 对吧 你说老师我找人证 我隔壁有个 我 他的秘书看到了 他秘书除非 铁的心 不要工作了 对 我看到了 就我老板摸他的 摸得好用力 灰都戳出来了 你不会这样吧 对吧 当然你不会自己有意识 你说我带个手机过去 对吧 上班 狼里个狼 狼里个狼 老板说 哎哎哎 他来抓你了 你说等一下啊 把手机跳出来 把录音笔一开 来 come on baby 来 也不会这样吧 所以一般都没有证据 所以每年打这个sexual harassment case 这种性骚扰案件 几乎就 胜诉率很低 那么它来自于骚扰 harass 名词骚扰 harassment 使用词 harass 骚扰的 心烦意乱的 好 继续看 否定前阵 ab ab 等于 也是否定 等于off 你看我直接用off来代表它 叫做分离 剥离 用off代表它 ob也有分离的意思 比如 abolish 果然分离了 叫抛弃 丢弃 还好这个ball 发音 跟paw是一样的 抛掉 abolish 你看paw 果然 抛光叫polish 给汽车打光 哎呀 这个这个车子太暗了 polish my car to make it bright 让它亮一点 polish 打光 对不对 当然polish 做名词是哪个国家的人 波兰人 也可以叫polish 那那个时候p就要大写了 听懂了吗 p就要大写了 polish 了解一下 它叫抛光 abolish 叫丢弃 抛弃 记住 那么只不过不能乱丢 既然我们学过一个字叫abandon 那个放弃 抛弃是抛人 抛东西 对吧 那么abolish 丢弃的是什么 抛弃的是过时的法律 规则 习惯 风俗 这三个是常用的 所以我也把它放到后面了 它抛弃的是law 或者规则 regulations 或者惯例 conventions 惯例 叫convention 一些惯例 一些habits 习惯 惯例 叫convention 好 ab第一个 看清楚了 那么 稍微区分一下这两个动词 abolish 叫做 剥离 剥离 抛 eliminate eliminate 是什么 eliminate叫淘汰 eliminate叫淘汰的意思 很好背 e代表out limit 代表有限的 limit 对不对 有限的叫limit 所以这个词叫 把有限的都扔出去了 所以abolish 只是抛 抛掉 剥离 eliminate 强调的是彻底 清零 淘汰 把最后那么一点有限的limit 都e 代表out 扔出去了 所以才叫彻底淘汰 叫eliminate abolish 叫抛弃 记住 这两个词 侧重点不太一样 意思差不多 好 继续 好不容易有limit 这个意思 再看看 代表少的 mini 有个汽车叫mini cooper 对吧 mini 叫小 diminish d 代表向下 叫越来越小 所以diminish 叫减少 减小 减弱 跟淘汰比程度 稍浅一点 它只是东西变少了 变小了 而淘汰是没了 eliminate 把你干掉 记住了啊 diminish eliminate 多不难 继续 再来一个 dwindle dwindle 继续 wind 叫风 地 代表往下 风 越吹 越小 何况还有一个 le 大家动动脑子 le结尾的都有什么特点 你看 你会慢慢发现 单词结尾只要有什么 le let 都可以翻译成一个字 小 小东西 比如说书叫book 小册子怎么说 手册 booklet booklet 看到没有 三胞胎 三个小东西 你看我们都学过 三倍叫triple 三胞胎 三个小东西 叫triplets 两胞胎叫tweens 三胞胎叫triplets 你看 小东西 triplets 就这么来的 所以大家注意这些词的感觉 那么所以 看这个dwindle 就有音响了 win的叫风 le叫小 风越吹越小 或者d d代表向下 dwindle叫 减弱 减小 削弱 也是这个意思 减少 dwindle 关键发音dwindle 前面dw发 dwindle 就那个dwindle 那种音 dwindle 就小时候看机器猫 那个dwindle 那种dwindle 好 继续 ab代表玻璃 分开 还有吗 来吧 我们看看它有什么同义词 比如说 extinguisher 讲了那么多淘汰 来了一个动词叫消灭 extinguish 叫消灭 还是比较好记的 因为有哪个前缀啊 ex out 所以叫消灭 清除也很好背 下次你看 坐动车也好 坐飞机也好 看看那个灭火器 旁边一定有个单词 叫extinguisher 这就是学习的欲望 extinguisher 灭火器 消灭 extinguish 那么来自于形容词 灭亡的 消灭 extinct 所以死火山可以叫 extinct volcano extinct volcano 对不对 可以叫死火山 那么生化危机第三步 有一个叫extinction 叫灭亡 这个词当时就呼 过来了 extinction 灭亡 消灭 我们说的什么物种灭绝 都可以用这个词 extinction 生化危机 应该都看过吧 它创造了一个概念 叫丧尸 这个概念真正流行起来 是它创造的 因为丧尸其实很早就有 美国很早 60年代就派过一个 活死人黎明 就是人突然又活过来 但是 the only function of this kind of human is not live but feeding 它唯一的功能是什么 is not living but feeding 不是活着 而是进食 它变成一种细胞 就讲吃东西 feeding 变成细胞一样 所以真正让这个叫 walking dead 给活起来 后来有了一部美剧 叫walking dead 行尸走路 walking 走路的 dead 死亡的 形容词名词化 叫人 死人 所以walking dead 翻译成行尸走路 犯的是非常之好 extinction 灭亡 继续 最后一个代表消灭 还有叫quench quench也叫消灭 为什么叫把你灭了 好好看看quen queen 女王 提到女王什么时代 除了伊丽莎白女王 我们提到女王总觉得那是 什么年代的人 无论是咱们中国的 还是海外的 对吧 无论是埃及艳后 还是我们提到 吴泽天 对吧 道理那都是关于那种时代的 都是杀戮啊 对吧 那种暴略啊 权力的游戏啊 所以quench就来自于词 跟queen 就叫消灭 叫quench 你看跟queen有关的 多半都跟封建时代有关 比如说quench 就把你灭掉 女王想灭谁就灭谁 同样的动词 squeeze叫压榨 你看那个时代 里面也藏了一个queen 女王 封建时代的感觉 对不对 squeeze叫压榨 压榨叫squeeze squeeze squeeze my time 叫压榨我的时间 squeeze my energy 压榨我的能量 当然了 四六级学的比较简单的 剥削 利用 压迫是哪个词 exploit 这个词要特别小心 长得可像一个词 叫探索开发 对不对 探索开发叫explore 这是一个绝对的报义词 开发嘛 而exploit 第一个意思 就等于explore 探索开发 但考试从来不考第一个 都考第二个 第二个叫 剥削 利用 开发 这个exploit 指的是利用某人 exploit 记住了 exploit叫利用 好 剥削 利用 那么它的名字怎么写的 t结尾的一半怎么变名词 我忍不住要写出来叫 exploitation 我再次提醒你们对于读音的要求 希望你们高举高达 站在一个高度上 你看 这个读 exploit 它发 e exploit 而当名词中音往后挪 exploitation 它发 e 体会一下 体会一下 慢慢你就会了 下次关注一下 字母a 是不是也有类似的特征 一定有的 a在什么时候发 a 什么时候发 a 都能看出来的 来 继续跟我读 exploit exploit 名词读 exploitation 剥削 利用 消灭这个词就过去了 不难 好 继续 咱们往下走 下面一个词叫 abate 看ate 明显是哪个词的过去式 吃饭 eat ab 代表消极 剥离了 那就不吃 等于not eat 这个词变得特别好 请问一个人 比如说为了减肥 刚开始不吃饭 他会怎么样 身体变得虚弱 慢慢再不吃呢 就废掉 所以这个词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叫减弱 虚弱 abate 第二个叫废除 废掉 全个人废掉了 就是不吃饭的一个结果 你看 abate ate 正好是eat的过去式 所以它等于不吃饭 叫not eat 先减弱再废掉 很好理解 继续 ab 还有什么词 重点词来了 abstract 动词读音 形容词读音 和名词读音的 abstract ab 抽出来 track 讲过 叫痕迹 轨迹 蛛丝 马迹 鬼哥在前面 至少讲过三个词 我们前面三十单元 有一次讲过吧 trace 足迹 脚印 动词叫跟踪 track 轨道 痕迹 动词叫追踪 trail 痕迹 轨迹 名词叫路 也有追踪的意思 跟踪 这三个词都是因为词 跟trac 叫痕迹 轨迹 对吧 动词叫追踪 跟踪 差不多都这个意思 trace track trail 只不过track 更多叫轨道 trail 更多叫路 一条路的意思 trace 更多叫足迹 脚印 这是你特别要记录的 对不对 所以abstract 叫从中抽出一些蛛丝马迹 用tract 叫蛛丝马迹 从里面抽出来 所以这个词的意思来了 它有抽象的 你看abstract 做形容词 叫抽象的 做动词 叫是抽离 是抽象化 做名词 abstract 从一篇论文里面 抽出一些蛛丝马迹 叫什么 摘要 接下来了吗 所以它可以做名词 叫摘要 你看 这些意思 看似毫不相关 维哥真不是记忆力好 我就是因为 把这些词跟词 就全部吃透了 我就会顺着 它的情感去想 反而记得很清楚 当我大学 发现这样的规律之后 我就很轻松 你看 我脑子里对于这个词 只有一个情绪 叫抽 因为它有前缀ab 然后顺着 把蛛丝马迹抽出来 想到很多东西 名词叫摘要 你看很好理解 摘要不就是一篇 论文的蛛丝马迹吗 动词 动词什么 抽离 抽象化 形容词 抽象的 obstract 而关键是 记住这三个词根 trace track trail 全记住了 叫抽离 于是才有了 电影预告片 叫trailer 不也是从里面抽出 蛛丝马迹吗 trailer 对吧 所以abstract 跟我读一下名字读音 中音在最前面 abstract 听读音 a 字母a在这里 发a abstract 写不出那个音标了 叫abstract 而它读动词和形容词 叫obstract 发a 因为中音到后面了 你看obstract obstract 叫实抽象化 大家注意这些词 就是一通百通的 抽象 那么反应词呢 抽象的反应词叫具体的 具体的叫concrete concrete本来叫混凝土 够具体了吧 把混凝土一浇 马上就变硬了 具体的 所以比如说 一个具体的线索 叫concrete clue concrete clue 叫具体的线索 clue叫线索 你看 这些东西就是一通百通的 叫concrete clue 叫具体的线索 好 还有吗 这个词讲过多少遍了 abound bound叫什么 来自于boundary 叫边界线 加了一个否定前阵 a 无边无际 没有边界线 所以abound叫到处都是 做动词叫充满 做动词叫充满 叫到处都是 这是我一个前面讲的 这里充满了浓浓的爱的氛围 英文翻译可简单了 两个词搞定 love abounds 无处不在 你看 就翻译成 love abound 啪 打个句号 因为它是不及无动词 这种表达就非常酷了 就没了 叫love abound 在咱们考验级别 至少有三个这样的表达 你要记得心里面 第一个叫abound 爱到处都是 因为边界线叫boundary abound a代表否定 叫没有边界线 所以强调到处都是 abound 是个动词 所以这里充满了浓浓的爱 就翻译成love abound 还有一个字叫什么 这很重要 怎么写的 图别是 it is very important 告诉我怎么写 告诉我叫做 it matters 叫这很重要 it matters matter 叫重要 因为我们学过 叫这不重要 这没关系 怎么说 it doesn't matter it doesn't matter 叫没关系 it matters 叫这很重要 最后还有一个叫什么 叫再说吧 叫it depends 因为我们学过 它是不及物的 为什么 从哪个端语 可以推出到不及物 depend on 依靠 你看它还加个戒词 所以证明它不及物 不能直接及物 就叫不及物 它需要加个戒词 所以it depends 也可以直接结束 不及物嘛 就可以把戒词扔掉 它直接可以结束 当句子用 叫it depends 叫再说吧 再看吧 这三个经常用 来跟我读一下 it depends 口语上也能用到 it depends 再说吧 love abounds 这里充满了浓浓的爱的氛围 如果你写这里充满了浓浓的浪漫气息 叫romance abounds 这很重要 it matters it matters 我的话算数 my words matter 我的话有关系 算数 所以像这些东西都是一通买通的 它通它 不难 继续 abound 既然是不及物 如果要用戒词呢 abound in 比如说这个屋子里充满了浓浓的爱的氛围 怎么说 love abound in this room 在这个屋子里 记住啊 形容词 abundant 都学过 大量存在的 叫abundant 叫做abundant 大量存在的 那么端语一般有 be abundant in something is abundant in 某东西在某个地方很丰富 很多 什么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很多 对吧 比如说 中东地区到处都是石油 怎么说 oil is abundant in middle east 在中东地区 你看 oil 油 is abundant in middle east 中东 好地 不难 继续往下 既然讲到了bound 还得学学 boundary 叫边界线 那bound本来是什么意思 每次大家打篮球 就会听到那个词叫 reb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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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意思 篮板球 那为什么叫个re呢 叫再一次弹跳起来 这就是rebound这个词的出处 rebound 重新又弹起来 因为叫篮板嘛 砸了框上又弹起来 所以bound本来的意思叫弹跳 还有第一个意思叫跳起来 弹跳叫bound 这个意思和bounce是一个道理 bounce跟bound都可以做动词 然后最难的是 有个动词叫bind 听发音 听发音 bind 谐音很像什么 绑得很紧 bind就叫捆绑 绑 它的过去适合分词被动 就是bound 所以有时候它可以直接用被动 bound 比如和什么什么 联系在了一起 就有个单语叫be bound up with 很多人以为是bound的动词 就搞不通了 bound确实有个动词 这就是难点 就bind它做变形 分词也是bound bound自己本来也是一个独立的动词 很多人就把这里的bound 当成这个独立的动词的意思 叫弹跳了 就完蛋了 没法理解啊 b会没有动词 要么加ing 要么加ed 怎么能是圆形呢 不对 其实它来自于bind 听到了吗 bind的分词形式 叫be bound up with 被和谁绑在一起 其实在考上你这一切都不重要 亲爱的同学们 如果好好听我一个课的 就发现了哪个词 with 与什么什么在一起 with 借词比什么都重要 be bound up with 你就发音成 与什么什么有联系 与什么什么有连接 be bound up with 与什么什么相关 就这个意思啊 好 继续 be bound to be bound to 有什么意思啊 被和什么管绑在一起 叫有义务做模式 这里的bound也来自于bind的分词形式 be bound to 叫有义务做什么 必须做什么 就绑在你身上 你不能不大意 必须做模式 从此以后 妈妈再不用担心我写土鳖词 must do something 以后我怎么写 you are bound to do something 你有义务做 当然了 在英语当中代表 有义务做模式的词很多 be destined to 简单词来自于前面讲过的一个词叫命运 叫destiny be destined to 命中注定做模式 再来一个be doomed to 区别在于doom 请打个箭头向下 因为doom的发音是 听发音doom 发不出来 房间叫room 你看 它都是一个封闭的场所 所以这种词 发音只要是压抑的 都偏消极 be doomed to 叫注定不好的事情 所以如果你要表达的是 我们注定相见 你可以修得很美好 we are destined to meet with each other 很美好 我们命中注定相见 那如果你写 we are doomed to meet with each other 我终于碰到你这个鬼了 表达非常不礼貌 不能乱用 感情色彩比什么都重要 听懂了吗 那么继续往后 我要向你证明 发音压抑的都很压抑 你看 goom 听到发音了吧 doom goom 都很压抑 goom 叫郁闷 果然都是一个封闭的空间 对吧 形容词叫 goomy 名词叫 goom 郁闷 形容词叫 goomy 郁闷的 压抑的 对吧 包括NBA有个球星叫 doom 你看 都很压抑的发音 最后吸毒去了 对吧 好 向下的情感这一串 de de this 都代表away 都代表away de de this 都是away 分离 比如deforest 叫乱砍乱罚 看到没有 森林forest de 分森林到了 乱砍乱罚 那么一旦乱砍乱罚 名词 deforestation 亲爱的同学们 慢慢就会发现 t结尾的词 绝大多数变名词 t结尾的动词 绝大多数变名词 叫atiom 比如说deforestation 比如说有个使用词 叫做当下的 目前的 叫present 做名词叫礼物 记得吧 那么他考试 还有个使用词 意思叫出席的 当下的 最关键的 他考动词 叫present 叫发表 表明 往前 你看 pre 往前 sent 送 把我的信息 往前送 叫发表 表明 present 然后有了一个词 叫演讲 叫make a presentation 你看 他做动词的时候 后面的名词后 就是这样 presentation sorry 终音到这儿了 如果是这样的长度 就变成presentation 叫演讲 所以到了以后 去国外 包括去读研期间 导师让你上来讲课 他就会说 make a brief presentation please for about fifteen minutes 十五分钟 make a brief presentation 做一个简短的演讲 你就不要不知道 presentation 叫陈述 好 deforestation 乱砍乱罚 都知道了 那么一旦乱砍乱罚 就会造成什么结果呢 想想 就会造成什么结果呢 好 比如说 泥石流 mud slide 土地流是 land slide 以前觉得这些词 遥不可及 其实没那么难 词跟slide 下滑 滑 泥巴滑下来 叫泥石流 泥巴叫mud 所以叫mud slide 叫mud slide 地不发音 土地流下来 土地流是 land slide 不要读land slide 不要 叫landslide mud slide 泥石流 土地流 都可以 当然了 泥石流 土地流 很多人说 哎呀 人流 人流下来了 叫什么 难道叫person slide 吗 不对啊 人流是另外一个概念了 叫abortion 为什么讲这个词 来自于动词 abort 叫流产 还可以叫失败 你看 它可以引申为计划失败 叫this plane has already aborted 这个计划已经流产了 对吧 abort 为什么我要讲它 因为刚刚讲完 t结尾的词 变名词多半是加 ation 而这个短短的 t结尾的词 它的名词加的是ion 特别关注一下就可以了 abortion 叫做abortion 流产 就叫人流 现在的小孩子们已经崩溃了 智商特别高 网上不是流行一个语文作文吗 现在的语文体 小学生填空 老师说 行用形容词填空 电流 可怕的电流 算对 气流 强大的气流 水流 涓涓的水流 有哦 这么牛逼啊 最后人流 老师给的参考答案是 熙熙攘攘的人流 拥挤的人流 都可以 最后他写个 无痛的人流 哇靠 所以现在的孩子啊 painless 无痛的 pain叫痛 painless 不痛的 所以要命 abortion 现在的孩子太成熟了 到底是我们大人该反思呢 还是他们该反思呢 我们到底留了一个怎样的社会氛围给他们呢 都是我们要反思的 好 继续 还有吗 代表分开的await 你看dilemma dilemma 为什么这个词叫 进退两难难引抉择 你看后面的谐音 lemma 请做笔记 lemma 谐音像 难吗 lemma 难吗 蓝吗 好蓝 你看南方语诗同学 n跟l不分 好蓝 66 我听过湖北有同学跟我讲话 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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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分6 我没有扯淡吧 湖北有同学真的会这样发音的 6分6 蓝方 南方 他说蓝方 蓝方 好多人 这个题目好蓝 好蓝 对吧 好蓝 他是好蓝 我以前跟我最早一个兄弟啊 在在在在大课的时候 我们当时在那个城市南昌 然后我们在沃尔玛超市逛 那个地方就是L跟N不分的 我当时那个人推的 真是在里面发生的事啊 就是我们在里面 呃里面有售后员推的那个架子过来 他说你让一下咯 他说的是你们让一下 你们让一下 他发不出来 叫让 他发浪 这是肉 他发 你浪一下了 浪一下嘛 我那哥们特别没底下 浪一下 什么 除非他让我干嘛 我说他让你浪一下 那哥们就撑过去 你确定让我浪一下吗 哥们你有病的 快浪一下 他说好啊 那我就 疯了 那哥们浪一下 他以为是你浪一下 他崩溃了 浪一下 所以这个确实有这种发音的特点 中国的方言比什么都厉害 优秤叫难吗 难吗 分开 好难 好难分开 所以叫进退两难 难以抉择 因为D叫Away 很难分开 读一下 Dilemma 那么当然了 光背这个词是没有用的 我们关键要学会搭配 这句话来了 我真不知道到底是出国留学 还是留在家里读书 I am in a dilemma about 背回来嘛 Be in a dilemma about whether to do something or to do something 叫陷入进退两呢 不知该如何 I'm in a dilemma about whether to study abroad 我不知道到底是该出国留学 叫I am in a dilemma about whether to study abroad 我陷入困境 不知道到底是该出国留学 or 或者是 to study at home 土鳖才会这么写 要装逼 怎么写 to pursue knowledge in domestic atmosphere 还是留在国内的氛围 追求知识 也就是在国内学习 这叫逼格 翻译上中文都很感人 来跟我一起读一遍 I am in a dilemma about whether to study abroad or to pursue knowledge in domestic atmosphere 还是在国内的氛围 追求知识 国内的 domestic 家庭的内部的 domestic 分为atmosphere 为什么domestic 叫家庭的内部的呢 因为词跟dom 叫管理管辖 我们中国人说的好 家丑不可外扬 自己家里的事自己管 dom就叫管理 统治管辖 你看 有个词叫管辖范围 叫domain 叫领域 管辖范围 我们都知道王叫king 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王国叫什么 叫kingdom 所以英国叫uk 那个u代表联合王国 你看 叫unetic kingdom uk不就英国嘛 unetic kingdom 联合王国 你看国土 土地叫dom 管辖范围 unetic kingdom 简称uk 就是英国 对不对 所以大家看domain dom 就这么来的 叫管辖范围 那么所以才有了一个动词 叫dominate dominate 所以domestic 看到这个形容词 家庭的 内部的 它可以指国家 国内的 也可以指家庭的 domestic 于是有了家庭暴力 你看叫domestic violence 简称dv 或者叫family violence 都可以 domestic violence 然后有了一个动词叫 训养管理管辖 叫domesticate 就是把它养得服服帖帖的 你看叫训养 domesticate 比如说训狮子 就可以叫做domestic align domestic叫做训养 比如说domestic align domestic align 会写了吧 align align叫狮子 叫养一个狮子 所以叫训养一头狮子 domestic 好 继续往下 你看 predominant 看似很难 来自于动词dominate的 形容词是叫dominant 叫统治的 那么加个pre 提前 已经先占了 所以be predominant in 叫先占 叫占据 已经提前占据了 be predominant in 叫先占据了 那么它的反语词叫 be preoccupied by or be preoccupied with 叫被什么什么 提前占据了 注意 上面是主动 没有被动吧 be predominant in 叫统治了什么地方 占据了什么地方 而下面叫被什么什么 统治了 pre 叫提前 occupied叫占据 preoccupied叫被占据的 所以be preoccupied by or be preoccupied with 叫被什么什么 提前占据了 这两个字正好是一对反语词 我这么说你还是不明白 我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现在你去考上研了 你去国外旅游 突然一个老外想追你 好 让他给你表白 Excuse me girl I just want to say I like you Could you please give me a chance to protect you 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 去保护你 你说对不起 我已经有人了 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你可以怎么说 比如说以占据这个版本说 怎么说 什么占据了什么 比如说我现在要表达的意思是 对不起我脑子里有人了 已经有人占据了我的大脑 好 由于上面是主动占据 有人占据了我的大脑 所以谁做主语 人 谁做兵语 大脑 所以我只能说 Sorry somebody has been preoccupied Somebody has been predominant 叫somebody has been predominant in my mind in my brain in my heart 都可以 somebody has been predominant in my heart 对不起 已经有人提前占据了我的心灵 别人就懂了 听懂了吗 如果你有下面 注意被动 也就是我的大脑已经被占据了 所以主语正好反过来 叫sorry my mind has been preoccupied with someone else 或者my mind has been preoccupied by someone else someone else 叫someone else 叫某个别的人 听懂了吗 这两个正好是反的 一个叫占据 一个叫被占据 否则你这个图别怎么说 sorry I have someone you could be another one 对不起我已经有人了 你可以做个备胎 来吧 come on baby oh yeah 好猥琐 sorry 不要这么去说 不要不会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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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语好烂 好多人到了国外 妈就退步了 其实不是英语水平不到 是胆子太小 没伤过口 在国内就 在国内就是每次到英语叫 那个I think 等一下 I think 发音又猥琐 I think 都说不出来 那个等一下 I think 我听到好多这种发音 我就想躲 I think 好吧 搞定 不难 好 休息一会 马上回来 好多这种发音 好多这种发音